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说活泳鱼怎么不宣布 怎么又冒出一个沟台鱼 一上一下 那种感觉 那民进党现在好像好准雨霞出来 就是一个赖清德 对不对 然后好像 在民党内他已经一统江山了 那民党当然是个垃圾下山浪不要脸的畜生党 这种江山 捅了以后只有一件事情可做 捞钱 民进党就这样啊 所以有时候看了你就会觉得很 不可思议啊 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高雄 那个台南 你知道台南有个立委 台南的立委 六个都是民进党 有一个立委叫赖慧妍 赖慧妍以什么出名 因为他宁愿到波兰去练牙医 那因为他在立法院希望 能够说这些 叫波波牙医啊 各位朋友如果有上网你就知道波波牙医是什么 波兰的波波波牙医就 因为去那边练比较方便 那回来实习下就可以取得牙医的资格 所以台湾很多牙医炸锅了 那来的话因为还要在我们这边一些医院的实习啊 那他就被认为是方宽 所以人家叫他波波牙医的妈妈 因为他女儿在那边练 那在里面准备要做这样的动作 他行就连任了 他行就连任 结果有人出来挑战他 台南市政府观光级的机长叫郭真慧 那 各位朋友其实这个郭真慧 他的老公叫李退之啊 进步跟退步的退 知乎责义的 李退之原来是农委会的副主委 那后来因为风年社 过去我在我们节目上讲过 风年社 他们因为帮跟一个 斗篮的农会总盖事合出书 因为农会总盖事推动嘛 结果没讲到 那个农会总盖事后来是要显议员的 那风年社的社长 因为那时候出书嘛 他就 帮这个人站台 是推销这本书哦 新书出版来推销 结果他要被换 那这个人以前是我同事 他在联合晚报他叫汪文豪 然后他就被逼退 逼退 的人就是李退之逼退他 这个过程他其实有偷偷入意 因为他就要大事不妙 这些人要搞政治 然后他把这个过程 弄出来以后 再跟 封年社 封年是本杂志 大家知道专门在推广农业的 是属于农委会的 在跟他求偿 他官司都打赢了 那当然啦 他把这个公布以后 李退之就被逼退了 被民进党逼退 太难看了嘛 你们原来是用 用这个连一本小杂志 都可以拿来做文章 选一个小议员 朵兰 对不对 那这种小议员你还 你还这么计较 没有错 啊李退之后来 就退了 退了 他老婆啊 就是原来黄伟泽的 光光 局局长现在出来挑战 那李退之在 农委会当然有很多人脉啊 最近农委会 我们买不到蛋 我们猪肉涨价 一堆事情啊 可是农委会主委 跟赖会员啊 就有活动啊 那这个 这个有活动 农委会的活动 就是一个政府嘛 就赖会员在里面发文献 唯一投票给赖会员 那 那当然是违反行政中立 因为民进党 他们两个要党内出现嘛 用民调嘛 那你在现场发这个 你不管是你的面子啊 然后什么文献啊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公家的场合 照表你是不能发放啊 那民进党自己发放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因为 你们自己人讲自己人 大家没话讲吧 都是民进党了吧 所以你要看到这东西 你会知道民进党很会打选战 那 要是过去他就 什么东西都栽账给别人啊 其实今天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其实只有一条啦 就是美国人 抓到那个泄密案的 小朋友 这是他们一个空军的国民兵啊 那这国民兵 21岁 年纪很小 可是他喜欢戏线要 他这个群组 只有三两个人 他自己线要 他不晓得怎么接触到这些 绝对机密的资料 美国怎么打仗 无数人怎么 乌克兰那边我们怎么部署 那英国人 还有谁 荷兰人 华国人 怎么派特种部队 跑去乌克兰帮忙打仗 所有这些东西他就把他PO了100多件的文件 然后美国政府 抓到了 终于抓到了 各位 这是全世界大新闻啊 因为美国人灰头土脸 美国因为他武力是全世界最强啊 所以大家不敢讲他 全世界都 那些除了俄国跟中国大陆都是闹种 你明明知道这种人 因为他很强大 你是不敢讲 他说我是民主 大家就说他那个叫民主 美国怎么会是民主 美国是靠武力嘛 对不对 大家看这两天 陆战队的司令 要带25个金火商到台湾来 要干嘛 推销啊 因为让台湾成为金火库啊 那你敢不买吗 你敢不买吗 我武力强大啊 我过去美国怎么帮你 印太司令部 陆战队司令部 怎么样怎么样 哇 过去我们政府都会假装说 哎呀我们 他讲他了 我们不一定买 然后不一定买 来一个小咖的议员 格里汉 推销波音 结果我们就买了 1400亿 叫华航买16架 没有买吗 有啊 怎么没有 然后这些议员 每个人来 哎呀 给台湾伸出援所 来支持台湾 不是 趁你病药理命 来推销他们各州的东西啊 推销金火的 推销飞机的 什么都 农产品的 什么都推销 美国 一直说要跟台湾伸出援所 蔡英文上任到现在7年 我们跟美国每次新闻都在讲 我们又在谈判谈什么 各位朋友 7年了 我们现在有谈出任何一个 什么样的协议吗 有吗 自由贸易协定 不要讲 我们有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吗 7年来 各位请告诉我 我们有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吗 全世界不管任何组织 说给我们加入 美国帮忙我们 我们就加入 有哪一个吗 有告诉我 什么都没有啊 现在蔡英文 升一年任期就结束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入 美国 包括美国都天天在帮我们 我们除了吃美国 莱猪之外 我们 还有买一大堆的金火 那这些金火就是 我们从中国大陆赚来的 我们从中国大陆赚很多钱 然后来跟美国买武器 美国武器 贵三四倍 而且很多是过期的 库存了 连 连那个工厂都已经没有了 都已经不再生产了 然后卖给台湾 我们跟中国大陆 占他便宜 然后占了这么多的便宜 然后赚很多钱跟美国买武器 要来对付中国大陆 全世界有这样的吗 现在中国大陆说 那就算了嘛 我们现在 大家 来算总账 你们哪些农产品 怎么样怎么样 总共有多少项 2544项 这是这两天开始要 清查了这些 有关的 两岸商品要进行的 贸易壁垒调查 那这个调查下来 当然对台湾不利 那不利本来也是天经地义 我在节目上讲什么多年 台湾假仙 台湾每天占人家便宜 嘴巴还要讲蓝天的话 对不对 因为台湾是一个不知感恩 恩将仇报的社会 台湾一直是这样 然后自以为了不起 台湾是畜生横行 本来就是这样 不然怎么会选出蔡英文 对不对 那现在 大家来算账 算账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简单讲 你的东西到我这里 关税多少 我到你那边关税就多少 一个平衡 你的东西可以卖给我 我的东西就可以卖给你 这个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 那你那边比较缺少机械 台湾生产很多机械 那台湾呢 台湾的某一些水果都会很盛产 凤梨或什么 我们就卖去你那里 对不对 那这样抵消 我兜的东西卖给你 你那边比较少的 你比较需要的 我这边卖给你 就互相 那这样大家都占到便宜 因为你如果自己不生产了 你要花很多的钱来生产 因为你没有这个颜料 没有这个技术 那我呢 我没有的 我就 我没有的我就跟你进口 这样互相 这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 台湾不是 台湾 就像我在节目上讲过多少次 你家附近的水果房 超市 你有沒有买过大陆水果 前台湾没有人买过 因为根本不能进来嘛 不能进来 那为什么我们的水果一直卖给他免关税 因为我们占他便宜 马航九时代谈的啊 我们洋洋自得 哦怎么样怎么样 好气啊 气啊 气赚很多钱啊 十几年啊 现在不能卖啊 不能卖了 因为我们有小虫子 人家怕破坏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 他让你进来的水果 他自己也生产 而且比我们便宜 大陆当然比我们便宜 那他自己也生产 他怕你再进来 那小虫子会扩散 变成他们那边就感染 所以他一直在警告 一次两次 到了第十三次 他都不准进来了 你十三次都不改善嘛 没改善嘛 对不对 那这天经地义 全世界都这样 一般来讲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再警告 第三次再来 季节你进来的一般 或者第二次就季节你进来的 因为已经警告过了嘛 我们搞到十三次 人家多么隆忍啊 你要就事问事 我们台湾很多东西 都有那种清晰性 那你把这东西算一算 他现在要跟你清查 这些贸易的壁垒 大家来调查 来公平 譬如说台湾 苹果生产很少 很少 高山才会有或怎么样 台湾人吃的水果 最喜欢吃什么 日本青森 对不对 青森水果 然后呢 可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 我们不准大陆的苹果进来 大陆苹果是产量很大 那为什么不准进来 因为我们不给他进来啊 各位 有没有道理 没道理啊 那公平吗 不公平啊 我们洋洋自得啊 各位 马鞍酒打下了江山 然后民进党每天骂他卖台 然后农民赚很多钱 票头头投民进党 各位台湾就是一个 忘恩乎义 恩将仇报的社会 没有人有办法跟我讨论 跟我来辩驳 我完全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摆在眼前太多的例子 那台湾要是发生不幸 就说中国大陆害的 我怎么刚刚讲美国这个案子 你知道吗 美国这个案子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 小屁孩 21岁空军的国民兵 那他这群组 两三个人 他说你看 今天看到了什么 哇 这个是我们国防最高机密 你看 他po上网 po上网 那这朋友就会po给别人 然后 报纸就拿到了 新闻媒体就拿到了 一看 哇 这东西太机密了 有新闻报道价值啊 对不对 原来 原来我们国安团队 我们美国政府在窃听 隐习业的新务 然后他们表示什么什么 我们在窃听 联合国的秘书长 哇 好烫啊 哲伦斯基也是我们窃听的目标 哎呀 原来美国到处在窃听 所以他那么害怕 他说华为 一定有一个窃听的功能 不准让华为进来 这当然是个借口 全世界 碰到任何人都想窃听了 就是美国 各位 你有办法容忍吗 我们政府 总统府我要讲就是 我们总统府曾经发生过 一个密件外流啊 一口咬定就中国大陆 骇客 这边就一直骂 后来其实不是啊 后来是他们自己 把电脑 搞丢了 被人家弄到 弄到以后 不晓得这个人家想太可恶了 这个政府怎么是这样 其实这个都是有些不平啦 就像我们记得 2013年有个叫死肉灯了 他也是国安级的顾问 他一看 哇 这太可怕了 我们的国务院 跟各国那个既然弄出 这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违反美国的立国精神 公平正义民主 人权 违反 完全违反 所以他就把它拿去公布 他给谁呢 给英国的卫报 跟华盛顿邮报 要求他们同一天 我的东西给你们 你们同一天登 这一看不得了了 哇登出来 我在节目上讲过嘛 大家知道人 静计划 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 你现在所听过的 美国所有的 APP 媒体各种 全部要跟 国安局交差 所有他的客户 包括我们的YouTube 不要讲苹果啦 Skype 然后微软 所有你能够的 脸书啦 什么这些东西 所有客户的资料 通常要交给国安局 各位你能够忍受啊 你家没关系 被美国人那个就算了 是 那就是你的人格卑劣啊 对不对 就人格卑劣嘛 对不对 家里 家里被偷窃了 哎呀是美国人偷窃了就算了 家里被人家抢劫 被人家强暴 是美国人就算了 如果是大陆人绝对不可以 不可忍受 原来是这样哦 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 我们有时候啊 当然啦 你有时候看很多东西 看得很难够你知道吗 我讲哦 像我们常在讲 女性儿童这些 我们都要保护 如果有什么事情 讲到 这是基本人权 讲到性侵害未成年 这些东西或者残障 我们都会保护 原住民 我们都尽量保护 他们弱势嘛 讲到自杀 讲到饮酒 我们各自有比如说饮酒 我们一定要提醒哦 不要卖给18岁以下 不能开车怎么样 都会有一些警戒啦 都会有这些警戒 可是我们对美国没有警戒 美国做什么都可以 他做了 他做的明明是不可以的啊 可是因为他武力很强大 所以他就可以 那你跟流亡妥协嘛 对不对 你每天说中国大陆是流亡 我们要跟他对抗 那美国比中国大陆更大的流亡 你不对抗 那你品格有问题嘛 现在全世界 很多自己认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其实品格都有问题 那个品格有问题 就不是人 就是畜生啊 各位我讲是一个对等的 他是一个对等的 美国这一次一百多件 这些机密泄露出来 里面很多东西是不可告人的 连联合国的秘书长他都确定了 他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怎么样 这个他认为联合国的古特雷斯啊 他们确听他 然后说联合国秘书长跟他的 跟他的部署在 在电话里面讲话 或怎么样 他说这个秘书长 很可恶啊 为什么呢 因为 有一个黑海粮食协议 黑海粮食协议就是 俄书战争打仗以后 乌克兰是粮食大国 俄国也是 那他们打仗以后 这些粮食就不能运输出去 后来做了一个协议 连俄国去协调 跟俄国人讲 这些粮食船你不要禁止 因为非洲 很多国家没有地方 小朋友没有地方吃 没东西吃啊 就靠这些粮食 你仗打了 粮食一目出去 最后也是坏掉啊 对不对 那这个是基本的人权人道 俄国人同意啊 乌克兰卖出去 有钱赚啊 乌克兰现在打仗很需要钱啊 所以 联合国大公意见 对不对 救了很多人嘛 结果美国人认为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是故意在让俄国人 因为俄国的粮食也可以运出去 就是说 我限制俄国很多东西 我不限制他粮食 因为这些粮食是 很多贫穷国家需要的 那你 他就说你就在帮俄国人卖粮食 让俄国人也有 也赚到钱 然后 就来买武器来堆入那个 你这个人就是 有问题 帮俄国人在做出口 我这个我联合国 我是最大考量是人命嘛 我讲这是个基本的对不对 结果美国人批评他 这个泄露以后当然 联合国的官员很生气啊 可是联合国关系也 生气也没用啊 因为美国就是压霸 他才不管你怎么联合国了 对不对 我讲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碰到全世界最大的流亡 最大的强奸 然后大家投降了 那我要讲 当这个泄霉一发生的时候 美国人怎么讲 美国人说这是恶国人的阴谋 他们故意洩流出来 然后再把一些数字变造 各位 那台湾的蔡英文呢 蔡英文的东西流出来 哎呀这是中共 骇客 结果都不是啊 美国如果是的话 那你干嘛抓这个国民兵 你应该 把这个漏洞补出来说 俄国从哪里 怎么骇客来 托我们的东西嘛 结果不是骇客嘛 也不是俄国人故意 弄什么什么的嘛 对不对 大家看 是你一个21岁的小屁孩 跟他的朋友线要 把最高机密拿出来 po上网嘛 各位 那现在这一个多礼拜来 全世界的仙南大坡 就是你任用了这个人 你看一个小小的国民兵 国民兵也不是什么特殊兵种嘛 21岁 职位大概也不会太高 协力也不会高嘛 21岁太年轻 就是一般判断 那这种小屁孩 就可以拿到这么高的资料 这是你的国家 最大的安全问题啊 为什么他拿得到 各位我想 我们在部队 大家当过兵就知道 我 我是某个层级 我只能接触到某个机密 这个 这个家伙的官阶 比我那时候在服兵役的官阶还低啊 我跟你保证 我还是四官啊 我虽然没有当金官义官 我还是四官啊 我一定可以 官阶一定比他大 我能够接触的东西很有限啊 对不对 我能接触东西很有限 为什么 因为每个层级的人 他只能接触到某些东西 结果他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是 三星上将四星上将的东西嘛 是美国总统在看的东西嘛 各位 这个不是有问题吗 所以我讲哦 我们过去很多东西都是那种自私反应啊 那我们台湾最喜欢的 就中国大陆要害我们 他要调查贸易壁垒 就是很多农产品 为什么大陆进不来 台湾平平来 不公平 当然不公平啊 马上就那时候谈的本来就不公平啊 对台湾有利的百分之八十几 对大陆有利的百分之十几 大陆就一直在让利 台湾一直在占便宜 占了便宜一直在骂大陆 羞辱大陆 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既然是一个忘恩物毅 恩将仇报 不知感恩的一个社会 那大家就照规矩来 我非常赞同啊 各位朋友 小董我是非常赞同的 我们每天讲正义 我们就讲 就让两岸的贸易先正义一下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不准我这个来 那你的东西也不要来 本来就是啊 大家互相 这个才叫公平嘛 每个人在讲公平正义 就是想占别人便宜嘛 想占大陆便宜 其他的便宜你不敢占 其他的你就一直在输出 给别人占便宜自己都高兴啊 博留占你便宜你高兴人口两万 对不对 啊大家看哦那些哦 那个太平洋那些岛国人口一万两万哦 每个都占你便宜你还沾沾自喜哇 我们总统到那里去叫行亲之礼 真的是数点忘卒 你跟太平洋那些岛国有什么行亲啊 我们台湾原住民也不是那里来的你懂不懂啊 台湾原住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知不知道 除了蓝宜之外 其他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这无知不读书 然后自己洋洋自责在欺骗台湾老百姓 那今天你看到美国这一件 想起台湾这一件 你就知道 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东西 心里其实是很悲愤 那大家体现公平体现正义吧 马上回来 欢迎小董真心话 明年天气要变了下雨哦 各位那不要被一时的气候手片 也不要被蔡英文的 哎呀我们要谦卑再谦卑 结果心很手辣 当他看到了孤妈妈 大家知道孤妈妈就孤正如的太太孤炎卓盈 因为他儿子 因为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死了 那孤晨颖 蔡英文记 参加他的告别式 拥抱孤妈妈 然后隔两天 把孤妈妈的互联会抄家 说你就是国民党的那个 互联会何其无辜 为什么 因为互联会有钱啊 互联会过去讲互联誠意 很多工商团体 互联会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 我们过去很多战事 抗日 抗日 爸爸死了 而你怎么办 要有国家养啊 对不对 傅达人 爸爸死了 他爸爸是一个少将 打死了 他只好有国家养 他只好进三金托而守 一路都华兴中邪 一路都讲夫人的 对不对 那时候蒋送美宁 那蒋送美宁做这些事情 你要政府不能编议算 怎么办 没关系 他有号召力 所以很多工商团体 那时候 国家很危难的时候 大家有钱出钱 我们这些英勇战士 进中类职的战士 他的小孩 我们必须要照顾他 全民来照顾他 有很多机构 三金托而守 华兴中邪 还有很多 包括振兴医院 因为很多小孩 你要看病要干嘛 以前没有健保嘛 而且他的遗孤 可能他太太 带一个小孩 很可怜怎么办 三餐也要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 那后来国家的情况 慢慢好了 所以 那时候的互联会 在做这样 最主要工作 他做调配 那互联会就被认为有钱 因为他那时候 可能买了很多土地 譬如说他现在在林森 然后麦当劳旁边那块土地 大楼盖了 那个就价格就不回了 几十亿总有啊 对不对 大家想 是 问题现在土地 跟过去不能比啊 过去土地不是那个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单独就有钱 民进党就看上了 民进党只对捞钱有兴趣啊 民党是个垃圾下山 不要脸的畜生党 各位我讲这个 绝对公道 民党对台湾 台湾有什么贡献 没有 捞钱的贡献 告诉别人怎么捞 然后怎么去卖台啊 对不对 拿去给他们那些 那些可以帮他歌功颂德 几句话的人 或者那些国家 然后就洋洋自得 然后就骗台湾人 你看我都受欢迎 我怎么样 好好笑哦 你很多钱是从中国大陆赚来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很错的啦 不需要给台湾这些好处 因为你越给他 他因为自卑感嘛 他自卑感他就越觉得说 你这个就是统战我 我拼命赚然后拼命骂 其实就不要 我认为这个政策有问题 不要给 不要给吧 没关系 我们两个立足点 你的东西不要进来我这里 我也不要进来你那里 没关系 我们各自发展十年后 大家看看嘛 十年后台湾一定落后的一塌糊涂啊 因为我们赚了钱 我们的出口百分之四十几 四十二四十三 是进到中国大陆嘛 啊不要 中国大陆说通通不要来 那台湾 台湾东西也不要卖大陆 当然少之又少啦 不多 那大家都不要 十年后再来看嘛 看你台湾 你这百分之四十几的东西 你要卖给谁嘛 你自己去东南亚 去卖给美国嘛 美国不是对你最好 帛琉不是跟你很要好 卖给帛琉人嘛 对不对 你就卖嘛 各位我讲这个 才叫做公道 你知道吗 你说小董 你这要打击台湾残 台湾胆费不是我打击的 是疫情不要脸的人 每天在讲 他们都了不起啊 他们不要靠中国大陆养啊 可以啊 各位 大家要公道 我们 整个台湾社会没有公道 就在这里 那我也不是讲说 谁养谁啊 我说很多东西是互相的 他为什么对你好 因为他认为你跟他同 同言嘛 同血言同祖宗 他认为他是 你是自己人嘛 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呢 我们每天羞辱他 那当然啦 你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因为我也不跟 我们整个家族 没有人跟中国大陆 在做生意嘛 我也不太在乎 但是 今天台湾我们 整个社会是不是变扭曲了 我们社会这扭曲自以为是 欧洲的社会 美国的社会 他还一直扭曲也自以为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很害怕共产党 共产党是欧洲人创的 大家知道共产嘛 对不对 马克思嘛 或怎么样 他们创的 然后他们自己也很害怕 结果这是共产党 消到哪里 消到苏联 苏联变成世界共产党的王国 他在消给世界各地 那当然最大的就中国大陆 那越南 古巴 然后北韩 然后很多国家都被赤化了 那时候叫做赤化 那现在共产党跟国际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苏联解体了 现在俄国不是共产党 就是苏联那些国家 也都不是共产党 可是 阴影还在 好像俄国就是受共产党那个 那德国的美克 为什么没有受共产党 你所形容的那些坏处呢 反而德梅克尔是 大家很敬重的 过去欧盟的领袖 他就共产党啊 他东德啊 他为什么那么慈悲为怀呢 他认为有这么多的难民 希利亚难民百万 几百万 光德国就容纳了 收容了一百多万 哪一个国家做得到 没办法 大家都在排挤 不要让难民进来 免得破坏我家的好生活 那只有这个人是悲天敏怀的 为什么 他共产党出身啊 各位 各位你想想看 共产国家的 你看 所以你就讲 所以我们自以为先进 自以为了不起 自以为民主什么什么 这些人其实都是自私的啊 是不是自私的 都是为君子 也不勤啊 嘴巴讲漂亮 其实都是 很悲劣的小人啊 我讲真的就是这样 所有这些国家 所以欧洲这些年来 为什么显出的总统 都是极右派 极右派的主张 最主要只有一条 不要那些弱 难民来破坏我们 原来的好生活 啊你不是要悲天敏人吗 你不是要悲天敏人吗 你不是讲别人没有人道 不讲人钱吗 人家到你家门口 小孩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我家的饭不准给 给这个难民的小孩 因为我儿子也要吃 你儿子吃那么多 一餐吃四碗饭 叫他吃三碗 一碗给小孩吃好不好 给难民小孩吃好不好 不好 这样我儿子会吃不饱 各位 你现在碰到就是这样啊 嘴巴讲人意道德 然后整个欧洲 整个美国 他们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维护不能 光美国一个国家 用全世界的人员 四分之一 他只有三亿多人口啊 全世界人口快八十亿了 有四分之一的人员 都是美国在用 美国浪费到已经 毁以首思了 那你要跟他买什么 他就印钞票给你 钞票就拼命印了 你买那个东西 他是没有那种保 可是你没办法 他最强大 所以现在为什么 很多人要跟美元偷钩 因为我们国家变换了贫穷 我们国家 本来产了这么多的米 供我们国家是还有一半 可以卖出去 所以不然卖出去换了 你那些美元 完蛋了 对不对 我们用真的东西 去换你一张纸 然后怎样 用美元你就一直印 一直印 印到最后 那种都是 全世界在养美国人嘛 所以大家想 美国人 消费很高 很怎么样 是没错啊 因为他只要印钞票啊 全世界在那样他 那他要是发现 自己不行了 他就拼命印 或者提高 比如说像现在美国 我的那个 本来大家知道 包括台湾都一样 你的利息只有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对不对 美国调高百分之五 美国调高百分之五 大家就不 全世界的美金就 跑到美国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利息很高啊 我放我国家只有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点五 对不对 那美国这么高就放进来 所以美元就流进来了 流进来他就可以操作了 然后等你都进来以后 他有宣布 他宣布 他宣布 我们美元的利息 是百分之零点五 哇 他就下跌 你存在这边的钱就变薄了 各位 美国在玩这个游戏 你知道吗 现在全世界 很多国家当然知道美国在这 可是他没办法 因为美元 为什么我们以前叫做美金 因为以前全世界叫做金本位 你有多少黄金 你印多少钞票 黄金嘛 黄金是稀有金属 以这个做做一个保本保值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肯定 因为他有限嘛 那后来呢 后来二次大战以后 很多国家感谢美国那时候很英雄嘛 齁 请美国那时候很卑劣啦 他装作英雄 他武力最强大嘛 因为都在别人国家打仗 齁 亚洲每个国家都打仗了 欧洲每个国家都被都打仗了 对不对 被意大利被希特勒打了半死 每个国家都受到摧毁 只有美国他在美洲本土没有 齁 那那边没有的话 别人死很多人 别人物资被破坏 别人建筑坏了 齁 别人受很大损害 他没有损害 所以他那时候最强 那那时候全世界认为说 那就 齁 我们用美金来做 黄金的用途 齁 所以把美元叫做美金 齁 齁 那时候的一个背景是这样 那可是你现在已经滥用到乱用了 变成割全世界的韭菜啊 这叫割韭菜 那当然 齁 他造成了 造成是全世界 越来越贫穷 很多人连生活三餐都没办法 可是美国人 都吃了肥头大耳 满脑肥肠 齁 然后 他稍稍有点不如意 他就那个 那当然 他又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社会 所以美国其实穷人也很多 你如果有朋友有亲戚哦 是美国 住美国或怎么样 你随便问他 看哪些城市 看美国的流浪汉 那个街头到处 随便搭个什么 美国的乞丐非常多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被逼到这种人生的边缘 那还有非常多的偷渡 因为很多人觉得美国比较有钱 比较那个 所以就偷渡进来 偷渡进来 先进来再说 然后开始想方设法 那有的去 做短期的工作 有的干脆去抢劫 去偷窃 女性可能去卖淫 就变成国家社会的问题 这个其实对人性来讲 都是很不堪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得不去做啊 他三餐要问宝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不幸 其实最主要是美国造成的 全世界最多的不幸 我不骗你 你去把它想一想看 每个国家 成为一个国家的基本 他都希望我们的老百姓 能够吃得饱 吃得饱是第一个 穿得软 对不对 住得好 至少不会漏乙 住有房子住 对不对 不要漏大乙 至少可以 在家里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外面可能下雪下雨 但是我至少在屋内是温暖的 对不对 我家人团聚 大家有早午晚餐吃 然后这样基础的嘛 十一 住 行不一定 行就是说我们有这些 丰盛的东西以后 我们可能出外旅行 或者我们要去上班 我们有交通工具 这个就是十一住行 这基本的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美国不是 很多人都连这样都没办法 这个是 在人口是非常大 他数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要看世界现在要改观了 有些东西不一样 大家在怀醒了 马上回来 欢迎小董真心话 那 其实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 他正在讲我们就是活有余的 后来 四五个钟头以后 赶快去改 哎呀 郭台元也是我们考虑的 那后面这个话就是都余的 为什么又变骂 他讲说你这个骗了 郭台铭 没有骗了 其实很多人完全搞不清楚 你只要把这东西轮够把它 罪补起来 我是一个老记者 我其实看得懂 看得明白很多东西 最近很多 久久不联络的 新闻界的朋友都在找我 我都不回电 因为我知道怎么回事 回了也不好意思 因为我最近讲了很多 沟台铭的事情 很多人说 哎你就怎么怎么 奇怪的 四年前 骂我这些人都说 我哪沟台铭的钱 在反对韩国瑜 是不是 各位 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 假寒流 假寒粉 假沟粉 什么一堆啊 其实很多都是立营来的 他故意要照内乱 后怎么样 我不跟畜生计较了 各位朋友都很清楚 我告诉各位 你有时候 有一个目标锁定了 你要勇往直前 就不要心有旁骛 譬如说 我现在要考高考 高考我前一考 考了三年考不上 好那我目标就放普考 退而求其次吧 高考可能对我有难度嘛 那你知道目标这样 你绝对考得上 因为你只要锁定目标啊 那 我一个亲戚哦 他爸爸跟他小孩讲 你就考公务员 因为我的亲戚是一个老师啊 夫妻都是老师 接着公务人员 或者老师 因为老师现在你竟然进不去 小孩大学毕业了 考了十二三年 考上了 公务员啊 划不划算 他只会很划算啊 反正我们夫妻养你没关系 你就尽量考 那这小孩 他智商不是很高啊 因为小孩从小看到大 金门嘛 从小看到大 但是他很认真 就 父母既然给他上 他也没有后顾之后 就一直考 考了十二三年 考上了 考上以后 他也 他也大概三十五岁啊 那父母觉得好高兴哦 打电话跟我讲 哇考上了 我们都很高兴啊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每次哦 大家碰面哦 就会讲 哎啊你 你在做什么 他其实会有压力 他也不太想参加 那很多家 如果考不上 就去做其他 对他来讲也是很痛啊 因为父母希望你考上啊 你做什么 高考普考都不要管 你只要考上公务员就好 因为功能员有保障嘛 那后来他考上了 考上哇 大家都好开心哦 这个等于说是 了了一个心愿啊 那 以我自己跑新闻哦 因为我都在 这么多年来 我都跟公务人员在打交道 公务员公务人员 我都打交道 认识很多 我其实 如果有那个 我都不太希望说 去公家机关 因为那边比较僵化 比较大 可是对很多父母来讲 他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稳定工作 其实也要珍惜啊 因为政府对公务人员 保障非常好 公务人员 犯了错 不会就叫你走路啊 他会有一个 一个审核怎么样 然后最后啊 集个申戒以后怎么样 那你如果公司呢 公司一看 你给我换这个错误 没关系 我就把你之前啊 给你一笔钱 你走路 你不怕公司将来更惨 所以一般企业 跟公家机关不一样 公家机关 受的保障比较多啊 但是 讲这个哦 你有时候看 其实你进入 人在公门 应该是好修行嘛 那你要 有这个机会 去帮人家做事 也很应该啊 那 过去我在当记者 我也 配合很多公务人员 做了不少好事啦 老实讲 那做了这好事啊 就 当然你会认识 非常多的朋友 那 郭台平呢 郭台平也做了很多好事 比如说 你光这个疫苗 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但是这次两码事 做好事的人 不一定 做好政治哦 各位不是这样哦 那我们 让正言法师 当总统好不好 我相信他自己也不敢要啊 为什么 因为你要做很多决策 国际两岸 或怎么样的决策 你做不来 可是他是好人啊 他帮了那么多人啊 慈激功德会啊 对不对 正言法师 星宁大师 还有 圣言法师 还有维杰大师 这么多人 做那么多好事啊 那好事 那是一个慈善的人啊 那不表示他可以当总统 当总统是要有仁力的 当然你要有慈悲为怀 像蔡英文那种 虚情假意的人 就不必了 嘴巴在讲仁慈 讲什么 那不是啊 他拥抱 孤妈妈的时候 谁晓得 没几天就要把 互联会把他冒入 孤妈妈的 因为 蒋送每年后以后 就是孤妈妈在接手 那孤妈妈因为他 人很好 社会的关系也很绵密 然后大家都信任他 我们有人出来 那我们信任他 这个人 这个人做好事 他不可能会A钱 他不可能会有私心 所以我们放心捐钱给他 我们很想做好事 可是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最简便的方式 我就捐钱 给某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去帮我们做 对不对 慈敬公德会一样 华谷山 后的 活光山 我们 心盈拉斯 我们很认同 他一定会做好事 他身无分文 他就是 一个这样的和尚 我们信任得了 我们就是会这样嘛 那我们想做点好事 我们就捐钱给他去做 那他会做什么 他会去办大协 兴盈 活光大协 对不对 智光商职 你看多少年前他就办了 以前我家就住在 智光商职旁边了 我那一站就智光商职啊 就中和那里啊 那 那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就那个已经多少年了 这商职培养了多少人 高职毕业就到 各个 那个是从基层做起 慢慢当小快季 慢慢那个 然后都是很打拼的 会来这里练都是 可能他 家里不是 不一定很有钱 然后 就是为什么 因为想早早的进入社会 高职毕业就进入社会 尤其很多女生 或怎么样 对不对 智光商职嘛 他办的啊 活光 他办的啊 很多人不知道 对不对 正阳法师当然也办了 医院 大学或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 因为你 从整个社会的底层里面 帮一些人 这些人 他获得了这个帮助 希望他能够去回馈整个社会 那当然了 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因为台湾 这种学生 从学校里面出 他会去感激别人的 很少了 我老实讲 很少 我们这些人看太多 过去是会 过去那年代很单纯 现在觉得天经地义啊 我就跟你吃干嘛 敬你怎么样 现在学生觉得每个人都欠他 对不对 现在大学生 现在大学生也很少 畜生啊 大畜生越来越多啊 学校的老师是老畜生 教出小畜生 他们出来 他们一睹 全世界人都欠他们 台湾这些人都欠他们 他们凭什么 他们没有为这块土地出过什么力量 就觉得每个人都欠他 因为他是学生 他最了不起 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学生 一年要35万左右 如果我们全部 所有的费用都是你自己支出 学杂会也有什么什么 全部你支出 学会学杂会通通你支出 我们每个人大概贴35万 你知道吗 那我们养出来是什么 我们养出来多数是畜生啊 各位我真的跟你讲 多数是畜生 因为他不会感恩土豹 他觉得每个人都欠他 他觉得 这社会大家都欠他 害他没有够好的生活 好笑 我们现在在培养一个这样 然后 年轻人讲的都是对的 他们有这想法是对的 他们那种不要脸是对的 我们现在社会变这样 那他讲怎么样 他就不会进步了 对不对 他就不会进步了 大陆人来 不能来打工 会抢我的工作 大陆人来 这科系不能念 大陆人来 其实大陆的学生来这边 他们 很急于求学 他们想获得新的知识 很用功 很勇于提问 我们这边 其实很多东西是被比下去 因为我们太养尊处优了 我们整个社会 都在排挤我们年轻人 的对手 要让他长大 把别人都当野草 把他拔除 结果他教生惯养 而且他最主要就是 他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感父母的恩 不知道感社会的恩 社会有多少人在缴税 给教育部 教育部每年要 花到一个大学生 大概35万 然后养出来这些人 值不值得 不值得啊 原来我们包庇了半天 把旁边的都拔掉的话 然后养出来是一根野草 反而把旁边的菜都摘掉了 各位我讲其实很沉痛 我们这社会变了 你知道吗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感恩 什么都不用讲了 我们因为有恩 我们就知道要孝顺 父母嘛 祖父母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整个村子 可能哪些人帮过你 我们家小时候 比邻居的田多一点点 早上门打开的时候 常常跪了几个人 为什么小孩要去练书 希望你们帮忙一下 那我爸 或者我大伯父就好 这个钱哪去 赶快给小孩去缴协会 那协会不是很高 可是缴不起啊 各位就是这样 大家互相帮忙 我讲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可是 你看看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社会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人不小的感恩 跟禽兽有什么两样 今天谢谢收听